大家好,又是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今天这条片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觉得也挺好介绍,而且在家居来说,当然啦 现在是大约夏天,大家可能未必会想到保暖系统的问题 但是这条片因为我们家里装修,已经埋味了 在厨房里,我们将厨房去扩大,打通了 今天介绍这件事,不是一定每个人都需要用的 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厨房不是那么大的话 比如说,几十尺垫扣了厨柜 当你进去厨房的时候,煮食啦,开着火 其实火本身也是一个热门,所以如果你本身厨房不大 你就已经是开炉煮食,然后又拿出去饭厅吃东西的话 就根本上就不存在需要在厨房那里做热门 但是如果你的厨房是打通做开放式厨房 就是说连接大约夏天 又或者是说你只是厨房都比较大的 那今天这条片介绍的这件事就有需要了 你会见过有些厨房比较大的,连接大约夏天 就会有个热门的,但是其实加了热门有什么的不好处呢? 如果你就这样放一部热门在那里 那它就压了你一幅墙的某一个位置 整个铁放在那里,对于你的厨房来说 你就会像浪费了一幅墙的位置那样 今天介绍这个,也是属于热门类的 那它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热门 这一种我介绍给大家,在厨櫺底的 拍一拍,这里 在厨櫺底现在已经开了 那它是有风出的 那风也不小的,你看看 它刺子放在那里,又是这样吹吹吹吹吹吹 它的力也吹到这里 那它又有一度两度,其实这些呢 如果你说它是热门类呢 那有些是用电的 但是有些是用水的 那我现在还没上实螺丝 那我可以轻轻搬出来给大家看 那它是这样的 因为免得拖得太出了 这里呢,有两条喉 那我可以轻轻搬出来给大家看 这里呢,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好像你的热门类似的 搬那条水的了 搬那条水,一来一回这样的 那另外呢,有一条电 有一条电是插电的 那它这个呢,每逢这些行水的热门呢 它有一个参数,那大家呢 当买的时候呢,要留意的 我都发觉呢,有些人呢 就算是你在香港呢 做开装修的呢 那过来家装修啊 或者什么东西 帮人做呢 没有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帮人去 去买那个VDLATER的时候呢 它没有留意的一个参数 就是叫做BTU 嗯,变了有时候买的 好像是很大的 但是可能那个BTU的数值呢 是很低的 那就不值了 一来的价钱 就可能也都未必便宜 因为有些是 VDLATER的设计很漂亮 但是呢 那个BTU很低 一部这样的东西 这部啊 这部东西呢 我讲一讲 一般的 普通的VDLATER 一般是二三千 的BTU的 就是譬如你一座 那些白色的那些 那些呢 就是普通家用的啦 通常你在英国 看到的都是那些啦 那就是 不是说 有设计的 就一般是 大概是二三千左右 这样 这么大步道 就是六十高 成米岭 那可能二三千 那这部东西呢 它堪称呢 就是有五千多的BTU的 那相等于一部大的VDLATER 一部大的 如果你是一般家用式的那些 就已经去到一米多了 一米五六才会有五千BTU 它就堪称呢 可以顶得到一部这么大的 你可想而知 我揽开手这么大 这么高的一部ADDLATER 它一部这么小就可以顶得到 因为为什么呢 它除了它发热 它里面是行水发热之外呢 因为它有风的嘛 所以它会加快了那个热流去运作的 去转的 在很久以前呢 我就介绍一个 好像玩具式那样 十多磅 二十多磅 放在传统的VDLATER上面 那它整个小摩打 其实这个呢 就是等于那些 就是两者合为一 不过问题呢 它的风是大一点的 是吧 那它就供到点热 那加上呢 它那个 里面发热的那个酮喉呢 就是它因为没有很多 在外面 它会变得更加热一点 那它吹出来的风 那就会比较乱一点 接着再来就是 大家会很担心 说会不会用电很高啊 如果你买那些纯用电发热的呢 那就是有千多两千磅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就是一般来说 笼统来说 就等于一个钟头用一两度电 那那个电费都几贵啊 但是那些就便宜了 每一度就便宜了 这一部可能是五十多磅 那样 但是这些不便宜的 这些这样一部就是两百多磅 也都顶得陷你一部大 有设计的热计器 但是呢 它就省位 实用性高 譬如你的厨房大 才会适合 那如果你说 咦 我们已经没有了水喉位 这样搏 因为那些厨柜都做了嘛 那你可以用电的 用电的就是浪费一点 但是你不会厉害的 不会经常开的 那再说呢 就是 都是你是一个很大的厨房 还有呢 连着dying room 在厨房那里的 那才适宜做这一件事 那这部车呢 它那个电的work数呢 其实很低的 好像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十几w 就是电风扇仔 那样的 那其他就行水了 那所以如果电呢 就不用太担心它 它照着就照着 它是很有趣的 它里面呢 是应该有个 有个儀器啦 sensor 还是什么呢 它呢 你开了呢 你的水不够热 或者你个boy 那位刚刚才开啊 或者说 你个heater 刚刚才开 那它就不会着的 它直至到你够 那些水够热 它才能出到暖风 它才会开的 就是它不会吹一些冻风出来 也挺好的 这个介绍大家 安排安排 或者你新装修的话 可以不妨考虑 还有这些东西呢 要做呢 都要特意拼回 那些vd 由那boy 他拼回那些vd 所以如果厨房不是那么大 就没什么人会做这一样东西 也都不会装vdata 但是当你的厨房有这么大 或者做开放式厨房呢 可能就会放vdata 但是这一步东西呢 其实 以我所见 我见在我们北部 起码 见这么多房子 是没什么人做的 真的没什么人做 我和朋友在这里 很多年 几十年 他说他是做装修行业的 他都说没见过 没做过这一类东西 但是我就介绍大家 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如果你家里做这个东西 对于本地人来说 都挺创新的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在坊间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就是网上 都已经卖了很多年了 好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说其他东西 拜拜